但如果你说选择下去的话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右股这一刻就未必太建议住了 因为本身已经升得比较多 当然右价很强 但近期升得比较急 这些位置选择下去就未必那么直播住了 反而我想你留意其他的资源类别 譬如如果特别炒通胀的 我觉得其实铜的相关股 譬如钢铜这些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炒作性在 因为始终你炒通胀 你的铜价理论上都会是扯上 所以变上你记得干铜 其实过去这几天都有一个声势 但当然也有去到一百天线附近这些位置 昨天就有些助力 但我想除了通胀之外 始终本身捏了实际铜的需求 或者捏了内地铜的负存 其实暂时还是偏低的 变上铜负存偏低 理论上的铜价就会有机会再扯高 所以我想这些因素来说 其实货币之后来计算 再加上这一刻 其实年初回来 内地都明显加大了一些基建投放 其实上星期选择基建股 都是这个方向 基建股其实再延伸下去 铜这些都会有一定的需求增加 所以我想如果有几个人数配合 可能短期选择铜还是可以留意 但是如果你有部署来计算 你可以看一看 例如今天或下星期初回来 究竟100天线可不可以冲穿 如果冲不冲的话 反而等它回到低一点 例如去到大概13.2楼下的位置 才运回到达会好一点 但是冲穿的 我先顺势再追追比较合适一点